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诗教遗迹教官刚中可说 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尼 各位撒咪 各位撒咪尼 各位居士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早 我们上一堂课 跟大家提到了说 四尊到底是什么样情况之下 讲了七种二地 那么他是多久的发心 人多久的发心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待世尊多久的发心也是很重要 这个西方因为他信仰那个上帝 那么他认为天底下天上飞的 地上游的 土里爬的 地上跑的 人跟一切动物刚刚讲这些所有 包括三合大地都是上帝造 那么上帝造的呢 但是人为什么不同 两个原因 第一 人是依着上帝的样子造的 注意听哦 按照上帝的样子 那别的也就是说 上帝不会长得像猪一样 懂吗 为什么 因为他像人 因为人像他 所以说不要幻想 人的样子 上帝就是人的样子 也不是那个一梯 电一眼那个一梯 都矮矮的 头大大的 眼睛大大 可能没鼻子 那手都很大 然后可能手只剩下四只这样 看起来像蟑螂 这样子的很恐怖 也不会 因为像人 这点就让人跟上帝很接近的第一 第二 因为是上帝造的 那么唯一这样 所以其他动物呢 都是上帝造来给人作伴 或者给人运用的 这样就种下了一个 人定胜天 人能够操作这个大地 三合大地这种前提 那因为有这种 因为有这种观念 所以说上帝是第一 第一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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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第一 所以时间上最早 理由 原因上是最 最前端 因为上帝的慈 慈 慈想 所以造了我们 而我们才能够享受生命 那么他怎么造的呢 他造他的样子造 造完之后呢 吹口气 完全跟那个 我们在看那个 变魔术的时候也会吹口气 意思是一样 吹口气 这样子之后呢 你人就有了这个 灵性 那么这个灵性呢 他有个任务 要彰显 上帝为什么 照他的样子来造你 因为他要彰显 他的慈爱 所以呢 你活着呢 就第一要感恩上帝 要相信有上帝 要仰望上帝 赐你一切所有 因为你的生命 都是他赐予的 再来呢 要实践上帝的爱 就是信望爱 就出现 再来呢 因为只能仰望 只能相信 所以上帝的意志 你是不能探讨的 他没有所谓对跟错 他要怎么做 就是怎么做 所以 他要用洪水来淹你 就用淹你 他收走你的生命 就收走你的生命 注意听哦 这样就衍生了非常多 当今所谓的普世价值 比如说 费死刑 为什么 因为生命是上帝造的 人怎么可以代替上帝 把上帝的作品给怎么样 给怎么样 给停止 当然不可以 所以说西方很强调 费死刑 是有他宗教背景 再来 那为什么我爸被杀 就不能报仇吗 华人说 怎么样 杀父之仇 怎么样 下一句 都不用背 没读书的也懂 只要有你看报道 他都知道 杀父之仇不降在天 噔噔噔噔噔噔 不要打击你 是不是这样子 有仇不报 也不用背 对不对 你一定知道 有仇不报 灰君主 所以说华人的社会里 它并没有所谓上帝这种概念 那这样子的话 只有血缘的概念 哎呀 杀我的爹 那就是断我的血缘 这不是等于断我的命吗 我当然要怎么样 体受人的手机 来到爸爸的梦境 来给他借盖 布袋戏都这样拨 布袋戏不是这样演吗 听不懂 香港来了听不懂 看到人家在笑就很垂心 笑什么笑什么 布袋戏都这样演的 对不 阿爸 我一定把太人的手机抵抬来 阿爸你在天之灵 安息 布袋戏这样演 华人是这样子的 我的血缘 我的血缘被杀 我的源头被杀 我怎么可以当做没看到 我怎么还可以慈悲 唐朝以来依照清朝 定了一条法律 定了一条法律 什么说 如果是杀父杀母之仇 杀父杀母 杀儿子有没有我一时忘记了 杀父杀母之仇 你如果跟对方私了 你就说你杀我爸 我受菩萨戒 菩萨戒说怎么样 杀父杀母亦不加报 我也不要加报酬 所以我们到此为止 这个业障你自己受 我受菩萨戒 你以后再不要杀人了 我爹人死不能复生 我会为他做功德 那你呢 我受菩萨戒 那以后就 我会为我爹的因缘 而修各种种种行 我爹可能过去跟你有什么恶缘 所以你今天杀他了 但你今天还是有罪的 你个人的因缘官司 你个人了 我不会去报官 我也不会来杀你 我们从今而后 你是你 愿意学佛我教你 不学佛 你走你的路 如果你是这样讲 对不起 明天 检察官对不然抓走了 那是国家的什么 公诉罪 公诉听得懂吗 公诉就是说 国家要派 检察官告你 是国家认为你有罪 哪怕你不去告官 民事 民事就是你自己要去告 他这是国家的公诉罪 他就告 可以把你抓去关 好像更严苛的时候 你也得杀头 换句话说 国家用国家之力 来告诉你说 杀父之仇 可不可以私了 可不可以不报 一定要报 你看看 这是华人文化这样 突然间来了一个 有上帝信仰上帝的文化 告诉你 指导你台湾说 废死刑 然后台湾一群人跳出来说 对对对要废死刑 他完全弄错了 这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所认知的 接下来呢 可是他不会说那是上帝 他会说那是人性 他把它包装成为 把上帝拿开 你懂吗 他会包装成为 这是民主 这是人权 他会这样子 那我们呢 我们的法官读的都是西方教育为主 他也会接受这个说法 所以那叫人权 人权的主要说法是什么呢 主要说法是说 会判错 会误判 生命太宝贵了 你误判 国家就没有什么呢 没有机会赎罪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是怎样 国家的本意不是拿来作为杀老百姓用的 国家的本意是来服务老百姓用的 所以他不应该立杀罪 对待老百姓 因为国家力量太强大了 你躲不掉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四周都是海 台湾四周都是海 你要躲到哪里去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哪怕躲到国外去 他也可以引渡 你哪怕躲到中国去 我们跟台湾 台湾跟中国有签那个引渡的 那个那个打击 共同打击犯罪的那个 那个条约 也可以引渡 你招不掉了 你跑不掉了 是不是这样 然后再来第二 第三的话就是说 不应该是报复的 应该是教育的 这点我说不过去 法律一定是报复的 法律怎么没有报复呢 不然你看看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那个性侵罪 性侵也没少一块肉了 就算了 你跟他说说不起 好这样没事了 可能吗 不可能 一定要怎么办 一定要在 那个性侵男的 性侵女的之后 要让这个男的 再被人家性侵 是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怎么办 罚钱呢 诶 问题来了 性侵怎么能跟钱等价呢 你爱的太太 你爱的老婆 你爱的女朋友 给人家性侵 然后说 罚钱就可以了 怎么可以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是一种 惩罚意义 钱不在于等价于性侵 钱在于给你一个什么 报复的安抚 所以人类 因为有我职 所以他永远不可能 假惺惺的说 我不需要报复 我明示 我还像上帝说的一样 人家涂我口水在左边 我还在右边让他涂 不可能 即便是信仰上帝 都很难做到这样 你把他承出来 承这边 这边拜托再承一下 再打一下 这样才平衡 两边一起红肿 这样比较平衡 你会吗 基本 圣经上这么说 是很伟大的 但一般人做不到 我们法律是对一般人 不是对特殊的宗教信仰者 你懂吗 佛教呢 佛教也主张费死刑 但他不是以 因为那个人是上帝造的 A杀死了B 你不能去恨B A 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意志 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 当然这里头 这种说法 也有人不同意 他说 上帝给你自由意志 因为你那个自由意志 A动用了杀B的行为 A就有罪 因为上帝没有给你 这种意志 是你自己产生的 的恶 所以你要受 人间法律的制裁 也就这样子 本来你是上帝的作品 但为什么人类 也可以致罪于你 这个上帝的作品 是因为上帝给了你一个自由意志 在逻辑上 你就得要为自己的一个自由意志 怎么样 负责任 这神学院里头 他们把这个观念建立成一套逻辑 才符合了孙 世俗国家 我倒在写 世俗国家 世俗国家的治理 不然西方一切要依着上帝为主 这种观念你不要以为很奇怪 最明显的就是印尼 马来西亚跟汶莱 汶莱最近不是讲立了一条法律吗 谁要是同性恋 怎么讲 绑起来 然后呢 去挽酒头 剪石头 还不是用刀子 不是用棍子 要干嘛 剪石头 干嘛 用力丢 把它丢到死 这些零词 这什么最需要搞成这样 来再来 新加坡 裤脱下来 干嘛 那只要一下就好 一下那就 屁股就整个裂开 阿娘 我就想到以前我被我老师打屁股的时候 他是拿那个鞭条 那个什么 藤条 以前老师都拿藤条 对不对 后来我的老师加码 已经不再用藤条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练成什么样 金刚不坏之身 轰起来 他打下去的时候 藤条断掉 太厉害了 后来怎么办 用什么你知道吗 那时候高中国中 椅子不是有那个什么 板子吗 夭壽哦 他拿那个板子耶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椅子那个板子 一条一条的 香港也有嘛 对不对 那个板子 拿起来打 我是怎么度过那个惨淡的岁月 我已经不堪回首 是这样 大部分我老师如果打十次 大概有三次到 大概有三次是打在我身上 他动手打的话 如果是这样 大概有三次 后来我就反抗 反抗我没有跟他打架 反抗 不至于 那个时代不可能 就溜 就溜 溜他就一直累积 因为人是在气头上 他才想打人 那你这一次他在气头上 你溜走之后 那明天他才看到你 你看得起来很乖那个样子 他要再气说 某人昨天没打到 现在趴着那个打 那个气上不来了 你懂吗 就欠了 就欠了 欠了一欠二欠三欠四欠 大概我就到毕业的时候 我当然就躲过很多次 好这不说远 人性 这种人性是基于 对人性价值的看法 其实一直来自于宗教 来自于文化 所以我说 为什么宗教基本法这么重要 因为宗教基本法 是在定义宗教跟国家的一个文化关系 这个强大的文化关系 那他必须要尊重 但不迷恋 也不泛滥才对 当然也不能泛滥 因为有些人会宗教狂热 当然我们也会害怕这样 也是有 所以我们只要定义一个 一个平衡的角度就好 这种平衡角度看起来没什么作用 但它会有教育的作用 你看宪法只有十个字而已 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十个字就可以开显 我这一生写了那么多文章 还有别人在写的 还有法官解释的573号解释令 厚厚的一叠 就能开显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不怕少 但是宗教不是西方的宗教为主 宗教的背后当然也带着佛教 也是宗教 所以他那个看法不太一样 虽然佛教也主张 所谓的最后应该要费死刑 但他不是因为上帝的意思 不是这样 他不是用这种方式 他用什么概念来看呢 他用什么概念 他不管 应该是这样讲的 佛教不阻止费死刑 但佛教不积极的讲说费死刑 为什么 因为佛教有很特别的看法 首先我们说 死刑对那个造恶的人来讲 也是一种慈悲 为什么 因为让他受罪 以国家的方式来消夜 至少让我的仇家比较怎么样 比较不恨 你懂吗 所以世尊在世的时候呢 国家当年的 他的国家 以及周边的国际关系当中 是有死刑的 为什么 为什么看得到呢 因为印度的历史 要去研究的第一种 第二种是我们看到戒律 戒律头有一个比喻 他说犯第一重罪 等同死刑 有死刑这种观念 就是说戒律里头 如果犯最重的罪的话 等同世间的死刑 请问 那个时代如果没有死刑 他怎么等同法 他讲那个等同死刑 没人听得懂吗 这样懂吗 所以可见那是有死刑 好 终极一生 世尊讲慈悲 可是我们从来没听到世尊 对人间的刑法中的死刑 表示意见 他对人间的四种性表示意见 也就是说所谓的 这个第一种性 这个婆罗门 第二种性 刹地利 第三种性 这是什么 废舍 第四种性 就是守陀罗 就是所谓的低贱人 但我最近从印度那里才知道说 四种性 还好 还有关阶 摆地四 你懂吗 还有一种 第五种性 叫做极健民种性 连四都算不上 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翻译的问题呢 孩子 我们所知道说 印度就四种性 其实他们说 四以外还有一个 四plus 更加严重的 这更糟的 更加低阶的 低贱的 贱民 那连四都排不上 哇 有这种四啊 我得再找印度人再问看看 到底情况是怎样 我们传统知道是这样 那么所以说佛教呢 他看待死刑的是 应该教育 应该解冤事结 不应该仇恨 所谓的 这个 哀经勿洗 概念才对 哀经勿洗听得懂吗 哀经就是悲哀 经就是怜悯 悲 而伤心呢 哀就是伤心 伤心怜悯的 看着他被死刑 而勿洗 而不生起洗心 喝 细喝 细喝 就不会这样做 这样叫做哀经勿洗 但是呢 佛教的概念 并不是用仇恨 或者是国家动用死刑 国家来夺取 谁的生命 这种概念来谈 并不是 而是以什么呢 而是以 解冤事结概念来谈 而是以 当事人 心生恐惧 心生忏悔来谈 你杀一个人 然后你不知道 那个被杀的有多痛苦 等到你被判刑了 说我也要被杀 那时候你灭对死亡 你才知道 失去生命是恐惧的 难堪的 当然也有那种很硬的 死就死嘛 如何怎么办 那个当然也有 当然也有 这样子的有 这种人 我看你人间的教育 也教育不了他 西方认为说要再教育 那是上帝的子民 不应该杀他 要教育 这也对 佛教也同意 但佛教没有站一边 佛教认为说 依那个社会的文化 看待就好 那个社会化 直大部分 有那种所谓的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回教就是以眼还眼 他的经典里头就讲 以眼还眼 在那种 连偷东西都斩 斩首长的国度里头 你说没死刑 对他来讲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死刑到什么程度 也叫光荣死刑 叫做光荣谋杀 那听起来很可怕 你知道什么叫光荣谋杀吗 不知道不行 这都在发生的 常常在发生的 印度 中东 部分的是以兰卡跟南洋 只要是回教国家都有 光荣谋杀 你们都不知道 不用Google 我跟你讲就知道了 家里有女人 她被强暴 那么呢 家里的哥哥 兄长 把妹妹杀死 她认为 这是因为你穿着不当 或者招风影蝶 才会引来 这个事 她不去对付那个 那个强暴的 她对付自己的妹妹 戒戒 而且有的更狠 像上次我看到一个报纸 我忘记的是印度在哪里 也是用石头打死 那这些佛教完全不接受 但是我们没有公开批评 我们说佛教没有这种教义 你想想看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说 哇这久远以来 这个文化背后是有个强大的概念在支撑 人才会做成这个样的 不然 手足之情 她都已经被伤害了 你怎么会打死她呢 她的想法很奇怪哦 非贞操之女人 污蔑了我的家族 没什么啦 一直到元朝的时候 女人都还得陪葬 在华人文化里 怕死呢 陪葬什么意思 是活人去做 去陪死人一起死呢 她真难想象 而且还是皇后级的 身份越高越要陪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么高程度的女人 当然要有真操才对啊 她在人间谁守护她 她老公都死了啊 万一她失去了真操 她老公的面子要摆哪去啊 陪葬去 陪葬就没事 哎呦呀 怕死人 所以在这个地球上面 男人有多罪恶 啊完了 曾经多罪恶 应该这样讲才对 加个曾经两个字 你可以这样干啊 现在想起来都 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考古报告 就说 他明明是陈基斯汉以下的一位猛将 跟家族的人员 怎么旁边死掉这个女人呢 没脸 没有脸 死掉了没有脸 应该留个骨头嘛 没有脸 一块布 把它缝起来 后来才考古之后才知道 从他的大脑跟胃部找食物 找到食物之后发现食物里头有毒 然后再从那个毒再来反推呢 发现原来那个毒 毒性不足 再从他的脑袋里头看到 他后脑勺有重物重疾 整个故事就清楚了 也就是说他老公死了 是黄族的人 黄族的女人一定要陪葬 反而泛夫酒族的女人无所谓 那你去的人走没人惯啊 跟人家跑了 没有人 不会有CNN来报道啊 不会有苹果芭拉报来报道啊 也不会上新闻 也不会有LINE帮你传 但是如果有名有姓的上阶层的人 哎呀老公死了 老婆马上交男朋友 老公地下 含恨在阴间 一切儿女脸上无光 家族 蒙羞 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 遇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 你是这个老大最爱的啊 陪上 那个四老婆呢 跑了 直接一把枪 砍打死 跑 跑就马上要失去真操 我就直接干掉他 光荣谋杀 这不叫谋杀光荣除祸 除掉我们家族未来的祸害 这在 近在元朝都还在发生 那个女人呢 后来也查出来了 她的爸爸妈妈家族是谁 她嫁来了这里之后呢 是这样 她老公得了一个胃病还是胃癌死掉 都可以查得出来 都可以用检查检查出来 然后死的时候她要去陪葬 陪葬的时候喝那个什么毒药 没毒死 没毒死的话她就会精神紧张啊 紧张的时候呢 旁边的官员呢 直接用重器 再把她打死 可是又没打死 她就痛苦 她就用药去灌她 整个脸变形 哇 怎么办 变形 没死又变形 又生头又打烂 糟糕 她是有名有姓的皇家之人 皇族人啊 死亡之后一定会人家来参观 懂吗 那是不是很难看 那么他们就会有种做法 把脸缝起来 让你没脸见人 我真不晓得 那些皇族去看了 当时还没有盖棺的时候 看到这个是什么的感觉 哎哟 爱道经上面讲说女人业障重 还不得不相信 这种生命 从出生就是精心胆战 特别是生在那皇族家里 从出生就精心胆战 哎哟 如果没有佛法 来救济看怎么办 所以啊 这种文化 它不是什么宗教文化 它是什么 宗族文化 家族文化 以男人为主的家族文化 当然佛经上面说到女人业障重 但不意味着要用家族至上 不是这个概念 不是这个概念 那是就修行角度 单纯就修行角度说 你不能把这两个弄混 但是当宗族至上的时候呢 女人就不会有地位 因为宗族 宗族的话是跟着父性 而延续 女人只是生产工具而已 到现在还是这样啊 媳妇还是外人呢 生了孙子才是家里人呢 生生女 孙女还一半自己的人而已 要生长孙男孙 带把的 才叫做我们自己的人 你看这宗族观念 把人可以这样分 但是在过去 好像这样分社会能够稳定 这个有它的因缘 那么你想 这个整个社会是这样 那西方就不是这个 西方就是因为上帝造人 所以因为这样 上帝的行为是你不能讨论的 换句话说 你家人有人被杀 那也是上帝的意思 我是指一部分 不全然 你可以寄托为上帝 所以他们有废死刑 这种概念 因为国家不能代替上帝做什么 那但是他的意志有错 所以可以法律对他制裁 但不急于死亡 这样 不过这种说法不一定对 欧洲他们洁癖 一直要求台湾说要废死刑 欧盟 他要求台湾废死刑 我是觉得我们的官员 应该按照把我的话 拿去跟他们讲 这第一 第二的话大家就可以拿出杀手剑 美国也不是每一周都废死刑 才几周废死刑 也不是每一周 你不去跟美国讲 但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弱势 不好吐槽 对欧盟吐槽 懂吗 不好意思讲那种 那么难听的话 但是你看欧盟 就是拿了台湾当把 当剑把 是这样 予取予求 还是我们的外交官 或许他也懂 但他不好意思说那么利 懂吗 是这样 所以说也不是都是欧洲也不是都对的 你看看那个圣女贞德也是才几年前才反 才平反他 不然说他是什么妖魔鬼怪 圣女贞德领导的法国把英军打败 居然还说他是妖魔鬼怪 也是人 因为他有那个能够感应 所以他一个女生是七岁还是八岁而已 领军领了一堆男人打仗 居然把英国打回去了 打回那个什么 那个英吉利海峡回去 厉害 实在很厉害 就比如这样 所以说也不是他们的文化都好 也不是 那这种情况 但是他们有一个文化是截然不动的 影响了日本 后来影响了中国 也影响了台湾 是什么观念 上帝造一切人 造一切物 所以上帝才具有究竟的 唯一的不可猜测的神通变化跟能力 神机 他们讲神机 只有他有 或者是什么 使徒 那些使徒基于上帝的加持而有 他们也有一些有神通的人 有神机的人 你比如圣女真的就其中一个 还有呢 像加拿大魁北克上次我们就看了一个 一个叫修道院 那修道院很大 里头修道院就是有一位修士 阶级很低的修士 他就是能给人家医病 他说那是上帝的意志 比如说这样 比如说这意思 所以 除非是这样 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头 除了他的上帝最高以外 作为佛教创教的教主 释迦摩尼 可不可以有神通 可不可以有神机 可不可以有神机 不可以 不可以有神机啊 你又不是我的传教士 你是另外一个教的教主 如果我容许你有神机 或者你的神机够强 是这样 基本上 那我就跟你 你就跟我的上帝难分难舍 我的上帝才是最高 所以他不太容许 他都硬要说成 一切经典中的神机 不过就是一种预言 或者是一种感动 或者是一种诱导信徒信仰佛陀 必要的善意的预言或谎言 所谓的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 你看那个太阳光好大 寿命很长 所以那就是亚利安族的祖先 他们信太阳神 他们怀念祖先 所以把阿弥陀佛说成太阳神 把太阳神说成阿弥陀佛 无量光无量寿 为什么 因为追求长远的生命 是人类梦寐以求的 所以无量寿 因为想象的自己的祖先崇拜的是太阳神 那么这个无量光 所以说阿弥陀佛就是太阳神转化的 你看看 他这样推论 西方人这样推论 还没有结束 那 这个佛教为什么喜欢莲花 因为亚利安族早年 在中东 亚利安族就是北印度的释迦族人 我师父造了一尊释迦佛在瑟利塔 我们杨树知道 在他那个设立塔上 那也是那个造佛像的 那个长期在 清凉是造佛像 结果他造成像包公一样 脸黑黑的 那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把世尊弄成脸黑黑的 印度不是 他说 你们释迦佛不是印度人吗 我说对啊 印度人不是黑黑的阿三吗 所以他造成黑黑的 我说你打个派亚利 你去查一下亚利安族 亚利安族是白种人 很帅 男的帅 女的美 随便一个小男生 你就看他站了那个架势 以后就变成是一个model 这样女生也是 那个轮廓很分明 是这样 在北印度 特别是在世尊呢 当时入灭的那个双螺香树 我们要去之前那个沿路 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小孩子 都是亚利安族人 当年被灭的时候 有一群人躲开 包括其中有一个族人 就是阿难尊者的族人 他们一直流传这么说法 但不晓得真的还假的 但真的长得帅帅 男生真的是这样 他就天生就是那个长相 很像欧洲轮廓生 他们是白种人 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祖先 在中东一带 中东很厉害 中东既是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的发源地 亚利安族人也居然从中东来 所以我真想去中东走一走 去看一看那种社会 那种感觉 你看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阿米巴大佛 巴米扬大佛 不是阿米巴 巴米扬大佛 你看那个二十几层楼高 雕在那个山壁上面 那个是西元二世纪就雕好了 距离现在一千八百年 那比中国的石雕还好少 中国石雕就是去受到他们的影响来雕 雕在山壁上 你想想当年是大乘法 很兴盛 现在的那个什么 那个伊朗 我们的安世高大师 就伊朗的王子 王子耶 皇室之人耶 他都有神通的人来到广州耶 后来被误杀 是这样 所以说其实我们跟中东的关系 现在感觉疏远 其实一点都不疏远 不过当然台湾的商人在中东赚了很多钱 特别是赚什么呢 保险套 男生的保险套 你不要笑啊 他们卖保险套干什么 中东不是跟美国在作战吗 当年嘛 好长一段时间 那中东很多沙漠 你想看那个枪拿起来 沙子跑进去一下 一粒沙子 就会让枪怎么样 弹钢要不就是偏掉 因为那个沙子会磨嘛 会把里头那个口磨坏 最方便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 就是那个安全套 套着是这样子的 套着又方便 干嘛 可以两用 晚上自己用 白天给枪用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 台湾的商人是怎样 一整包 提着两个皮箱 里头都是保险套 就这样冲进中东 光帽保险套 回到家里可以转一栋楼房 好笑 我这么一栋楼都奇人了 我就问他说 我就跟他讲 后来他已经回来务农了 那个时期过了 我还买过什么呢 伊朗 还有伊拉克 伊拉克不是跟中 跟美国作战吗 作战之后 他那个美国 在伊拉克作战的那个 吉普车 上面还有枪孔 这样 我还买了一台 在 在那个 在那个南头 不敢开 为什么 因为没有真实的牌子 你挂什么牌 农机牌 农机 农业机械用 就是那什么 灰师傅常常用的 那种爬山车 什么农机牌 好厉害 只要有油都能吃 汽油 柴油 猪油 沙拉油 苦茶油 只要是油制的 通通可以倒进去 通通可以发 太强大了 他是用压缩的 他是用压缩 压缩 压缩反正空气 大概都差不多 压多一点少一点 都能 太压缩 作战 他就要这样 那油够强壮了 上面还有弹孔 哇 好喜欢那一台 他还附赠一台后面小纸车 让我拉货 是这样开出去很拉风 没多久警察又追过来 我一个说好说歹才放了我 想想算了 我又卖掉了 是这样 警察也知道了 你叫他怎么来的吗 台湾商人实在厉害 废铁进口 他就把它拆了 轮子是轮子 引擎是引擎 全部就是废铁了 你懂吗 就进口进来 进口就自然能够组装 他就能组装好好的一台 还能开 你看厉害吧 我开了 哇塞太厉害了 我就买得到 买得到那种废铁进口的车 好 那么这就是他们当年 这个印度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亚利安族的文化 这样来 可是西方研究亚利安族 研究得很深 他就说 阿弥陀佛就是太阳神 你们佛教喜欢莲花 就是因为在中东当年 开满了莲花 亚利安族人的国花 就是莲花 所以阿佛教就把莲花当什么呢 当佛花 佛教的教皇 你看 说的不是怕烙得到的 那就是瞎掰 完全用人本的思想来斗 烙得到的听不懂了 掉下巴了 就乱讲话掉下巴的意思 烙得到的 说的不是烙得到的 就这样 西方人他没有恶意 但是他认为 真理就是上帝不能被超越 所以你们的佛怎么可能那么伟大 怎么可能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知道未来 知道过去 而且你们阿罗汉也能知道 哇 这更严重了 当然制造好多 好多都赢过上帝的 这还得了 所以你们那些通通打成什么 预言 广告 安慰记 这样 那么日本因为明智为心 跑到欧洲去学 学自学方法 那欧洲有很多的大学教授 你知道早年欧洲的大 全世界的大学都从欧洲发展出来的 在18世纪的时候 中国 日本 韩国 这东方根本没有所谓的大学 都到那边去学大学 所谓的大学 什么叫学院 就是不同的神父 有不同的专长 他们隐隐美带志 因为也没家庭 祷告完了 早晚课做完了 就闲在那里 就是研究动物 研究解剖 研究医学 研究医药 研究天文地理 这个 那就是神父 很闲 而且有教会的钱做支持 那因为三合大帝都是上帝造的 他去研究上帝的作品 然后再来赞美上帝 才有力量 对不对 所以教会很支持做这个研究 牛顿就是其中一位 所以他们都有知识 知识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那老百姓要学 就来教庭里学 那这样你喜欢学医学 我专教医学 我就找你这群人 教久了我们就是叫医学院 你那个叫做物理学院 你那个叫做化学学院 就这样分开来 所以你看看我去那个鲁恩大学 鲁恩大学是欧洲前 全世界前30名的大学 那每个教师 我去到他们吃饭的地方 他们就告诉我 这些都是以前的教堂 以前的修士住的地方 以前的修女住的地方 都是这样子 所以日本人去跟人家学 无非就是跟修士修女 神父这些的去学 那你想看他是宗教家 他容许你佛陀有神辩 佛陀有神通 他当然不容许 就算有也要压抑 所以他就把整个佛教的发展 讲成了人文的 懂吗 一切以人本的 讲神通都是怪力乱神 他就在讲成这样 日本人一回来 看到欧洲这么进步 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 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 21世纪听说是东方人的世纪 看起来是有点像的 没有错了 那么这是风水轮流转 到了22世纪可能就是非洲人的世纪 我们已经有法师先去卡位了 不是有一位叫做什么 惠离法师吗 他已经先去卡位了 而且先去那里怎么样 带小孩了 非洲未来是非洲的 或者是中东的天下 他会一区一区的发展 好了那么这个日本人去那里学 看到欧洲文明这么发展 他们的文化这么的进步 他就去跟那些人学 学的都是神学士教出来的概念 然后你知道日本是照单全收 那些人不保证是修道人 那些人只是学者而已 他管你宗教不宗教 对不对 所以西方以神学来包装哲学 特别是包装宗教研究学 比较宗教学 那么他以神学的上帝为第一 作为根本件 来研究你佛教 那一切佛教都是人本的 人的内容 所有的神通变化不可思议 都是预言 都是后来编转 所以大圣非佛说 就会在日本才发展出来 因为学了那一套逻辑 懂吗 这样懂吗 讲了半天就在讲这个事 那这样之后呢 这样之后呢 日本当年又是中国大陆 年轻知识分子 最多留学的地方 因为大家看着日本 从弱小而壮大 从没有制度而制度这么严谨 从社会混乱 落后到这么样进步 明治维新这么样进步 中国的知识分子 其实是很震撼的 所以都到日本去 你看看 孙中山 蒋介石 弘一大师 多少多少 到现在还是 现在中国大陆固然老爱骂小日本 小日本 中国大陆的人 留学生在日本的 非常之多 大家都知道 非常非常的多 近乎仅次于美国而已 因为近 再来生活真的很相对容易 语言文字 像我们去日本玩了十几天 我到现在不懂 不会讲半个日文 是这样 只是Ohio 这样子随便乱讲两句而已 我们都可以过日子 你只要懂得汉字 你去坐地铁都没问题 真的是这样子 你要去路边买个素食的 也不会太有问题 是这样 只是都要跪到吓人而已 我到清水市去吃 清水市的豆腐很有名 我们六个男生 去买了五百块的清水豆腐 大家鸡肠鹿鹿 结果呢 每一个人分到半块 半块 一叠酱油 两叠小咸菜 这样吃掉我们七百块 六个男生 大家吃到脸都绿了 后来怎么办 隔壁的老先生吃完了 我们就跟他拿个饭过来 然后就问他酱油还要不要 他说不要了 我们再给他拿酱油来 然后你知道 我们又问他 那个汤还要不要 他说不要了 我们又拿他拿 因为我们看他吃汤很干净 他们就用那个公筷 公汤 我们就这样看 我们已经缩好了 看蛤蜊内间 然后他们都要走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全部拿来 那老太太 姨父很怜悯的眼光 看着我们这个台湾来的出家 结果我们吃完了之后 还不够饱 你知道 又有一对情侣在那吃 我们又演 那对情侣说 好不要再看了 我给你 吓坏了 吃了真的不会饱 但真的很好吃 那个清水豆腐就是水煮的 你知道吗 就是水煮的 奇怪 就是好吃 不知道是因为饿还是怎么样 好奇怪 然后呢 真的就是吃饭泡酱油 人家那个酱油就是香 在日本实在是没办法 就因为这样 我们中国人早年的精英也在日本学 也在日本学 学完了之后 回来也形成了这种思想 所以台湾现在有一群人 所谓的什么大乘非佛说 他也讲的很那个 也有很多留学日本回来的 嘴里是讲大乘 他怎么说 法华经 虽然是编转出来的 不过法华经的道理符合大乘 你听懂吗 阿弥陀佛 虽然是太阳神转化 但是念佛有效 你不知道要听那几句 你这话听得下去听不下去 你听懂的意思吗 居然就错乱了 这很严重 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上这个课 就是很仔细的说 久远以来佛陀已经弄隐众生 就是已经在度化我们了 弄隐就是度化 懂吗 一定要有这种证件 这就叫做佛教史观 佛教的历史多久了 无量无量无边久远结以前 世尊就已经 有啊 满满的 那个更可怕 有时候有时候没有更可怕 满满的 讲到哪里 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 世尊的真正利益众生 是非常非常非常久远 千千万万不要把它看成人本的 就在讲这个事 所以说这叫佛教史观 正确的大乘佛教史观 现在很多人是不接受的 中国大陆也是 也是应该受到台湾的这一群影响 而这一群影响 是因为当年他在大陆的时候 学了日本佛教的思想 而日本佛教又从欧洲传过来 而欧洲就是以神本为主 所以说这样的思想是一个神本跟佛本 神本包装成人本 懂吗 以神为本啊 但是他包装啊 他像全世界弘扬的话 他不能再讲上帝啊 他讲人本 这样懂吗 这样一讲人本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 这样就很有道理 因为我是人啊 所以你看看 台湾就特别在强调什么 人间佛教 有没有 有没有 我说佛出人间没有错 佛以人的身来实践佛法也没有错 但佛法不限于人间 佛法是六到九界的佛法 就好像说我以人的立场 可是我成就了我会度化狗 我懂得狗的语言 狗的思想 我就度化狗了 因为我的慈悲无远佛界的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怎么能够这样说呢 再来 还有人说 我们是人间的佛教 我们专度活人 我们不度死人的 所以我们不立拍位度死人的 有这种话吗 怎么会这样说成这个样呢 怎么会有死人呢 死人是人间世间人在讲的 哪有叫做死人 这口气没了 你就换成另外一种人 叫做中阴生 中阴生再去投胎 叫做另外一道的人 或者是又投胎成人 对不对啊 人没有真死啊 人就是随业力一直流转啊 哪有所谓死呢 你去度化 不管它流转到哪里 你都是用念心 有一份功德跟解脱的理解 来感应它的嘛 你说狗不懂的人语 这么多人在养狗 那又是为什么 因为他懂得人的用心善意 人的对他讲话的口气 他感受得到你对他的好 你懂吗 所以说狗都能感受这样 中阴生躺在那里 你给他助念没用 你说你都在度活人 你没度死人 这死人了没得度了 哪有这样的 死人有中阴生啊 那他投胎了 投胎就下一次 你的心能够感应啊 你能够为他祈福 就能够一念心中 跟他有缘者得啊 这就是相感嘛 鸡感相应嘛 有缘相牵嘛 就这种道理啊 好 那么像这样子 是大乘的死官 可是 已经渐渐很多人 不是这样看的 他甚至于不做佛事 不做超见 那这个很严重的事件 很学见啊 是啊 很多这样子 然后也否定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这一类 是这样 很可怕 那这就是 因为西方本来的信仰他的上帝 当然不会信你这个 当他包装成学术 去交给日本那一群早年 崇拜欧洲的 明智维新的那一群 望外追寻知识的知识分子 回来的时候 他就用那一套在做人本的研究 当然也研定研究 属于佛教的内容 他把佛教当作文化 当作哲学 当作一种社会学在研究 所以当然不会看佛陀的圣性 跟菩萨的价值 那这一类的人 根本不叫宗教徒 但是他研究的内容 却又是佛经 佛教经典 他就说出了很怪异的结论 而很多的佛教徒 甚至是出家人 因为没有受这种训练 他就崇拜了这样子的学术外衣 他们讲什么 他就言听计从 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出家人 该有的本位 该有的相信 该有修行的体验 就废 自废武功 台湾多的是这种人 很多佛学院也是这样 佛学院你别读还有道心 读完了就没道心 我不是指所有佛学院 有些佛学院就是这样 他从头到尾 读完三年四年的 没读半本经 读的都是现在人白话写的书 他哪里是学佛 他在学人 他就崇拜了要命 然后他嘴里也讲大乘 可是就是我刚讲的 法华经虽然是编转出来的 但是他符合大乘的精神 那我问你 那法华经都是编转出来的 符合大乘精神 那你的大乘精神又基于哪一部经说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法华经就在讲最重要的大乘 你说他是编转出来的 那这样的话法华经符合大乘 那显然法华经之外还有一个大乘思想 是真正在佛那里的 请问这一哪一部 华严经他也说也是编出来的 楞严经他也说是编出来的 后人造的 哎呀太可怕了 到我听经的时候都还有长老讲经 讲的是法华经 私下他跟我讲说 他相信楞严是伪造的 传统出家人 出家人超过四五十年 所以说汉传佛教命无犹私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课的时候很在意 很在意很在意细腻的这些 我要引这段文所谓的久远弄引 这就在讲整部的什么呢 瘦量品的概念 为什么我要这样引 中国大陆后来有一群学者 他开始受我这样的影响 他们也懂 他们也懂得这样讲 他叫做人本经验主义 这一类人就是人本经验主义 他用人为本不是佛本 不是宇宙的真理为本 他不是这样的 他用人的角度来看待佛法 看待乃至于大乘 很可怕 看起来好像对 因为很 你讲人大部分听你的人都是人嘛 不是鬼嘛 也不能跟你 那猪狗猫羊也不能跟你吵架嘛 你就对人讲 你讲人本很吸引人 很吸引人 你懂吗 是这样 所以诸位啊 这种信仰一定要保留 为什么奉法华经很重要的瘦量品 就是要产生这种佛本的历史观 什么是历史 他久远以来就在度化我们 久远以来 早就为我们而修一切行 这叫远近 这就是这个观念 昨天上一堂课 没机会来跟大家强调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 引这一段原文 来给大家 理由在这里 所以 所以你看 你看 他说 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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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化入 花台者 化入花台就是信仰大秤 修行大秤 是 自是一边 是其中的一边 其 未入者 未入者就是没有 还没有对大圣生起信仰的 身闻人 如上 如上 如上方便不喜 方便不喜 就是说 世尊呢 久远以来 设种种的方便 一试一试的 试现成佛 从来不停止 互念着我们 互念着我们 那么 中间一如是 这中间 中间就 中间是什么 方便不喜 讲的是今生 那在这今生 跟老人家发愿 这当中就无量 无量点成结 这中间 都是方便不止 大家听懂吗 现在他对我们方便不止 今生呢 在萨佛世界 那么 过去久远以来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亦如此 若从 华言 方等 般若等经 华言识 方等识 般若识 刚好三种识 这一类经等 等经 或别入通 别入通就是 通皆入别 那就是什么方等识 方等识 或原入通 那波罗斯 这个 波罗斯 方等识都有 别入通 原入通 所谓别入通 原入通就是通被原教人接 通被别教人接 入通 或者原入别 原入别 原入别 就是别教人被原教礼所接 那就是波罗斯 还有华言识 华言识也有原入别的情况 它其实不是原入别 纯缩缘 那不叫入 那叫尖 那是尖而已 那是尖 那么当然这也算 也算是有原有别 原教跟别教这样 那么这些呢 等入华言者 入华台者 华台 华台就是所谓入 什么呢 大乘法 一佛乘法 一佛乘法 入花台者 于本入者无义 于本入者 一开始他就发大习 就懂得学大乘法 不用尸尊弄隐 懂吗 是这样 当然也有这种人 那是可能是他久远过去 无量无边的其他佛 已经导引他 都说不定 是这样 那么呢 于本入者无义 复自是一边 这又是另外一边 是被弄隐的一边 那么呢 这是一边 其未入者 四位调熟 皆于此经 得入华台 其未入者 其未入者 四位调熟 皆于此经得入 就是说 如果这样弄隐 前面说原入别 别入通 原入通 这你还没熟 好了好了 到了法华会上 通通要不要让你熟了 最后让你熟 就在法华 再不熟的话 世尊要入灭了 懂吗 要当熟的 我都让他熟 未来要熟的 我都已经种下 他未来熟的因缘 我们诸位大概就是这样 我没有在佛事的时候 见到佛 但我们一定是被他老人家安排 未来也将要 要误入这个一佛称的道理 那这一类人 皆于此经得入华台 皆于法华经得入华台 诸教之中 或住三位二位一位 或全生者 皆觉出令庙 西路花台 诸教之中 就是说 之前所说的各种教法 阿寒教 华言 方等 般若 里头 里头有一位 或两位 藏通别缘都说 或者是通别缘 藏通别 或者是藏通两缘 或者是只有藏教一位 或者全生就藏教一位 全生 或全生者 全生者就是只有藏教 这样子 那么一位呢 这个位呢 这不一定是哪一位 通教位 别教位 或者藏教位 哪一种位都可能 两位就是指 要不就通 要不就通跟藏 要不就别跟藏 反正就是两种位 就是两种因缘被导引的人 还是三种教法被导引的人 看哪一种 最后到了法华的时候 都告诉你 你那些位都是粗的 唯有我妙法莲花 这样一位是妙的 那么你听懂了之后 都入花台 都入了一佛秤 都被佛所授记 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 阿弥陀佛虽然他在方等会上 被说阿弥陀佛 其实阿弥陀佛在精神内涵上 他就是一部内部的法华经 他是一部法华经的什么呢 的一个显说 因为一切念佛人最终都成佛 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最终目的 跟法华会上 世尊说的开示误入是无二无别 而他有善方便 就是照你称念他的名 往生极乐 所以阿弥陀佛经 其实是一部隐性的法华经 法华经 法华经是一部阿弥陀佛经的广说 所以他甚至于在这个提佛达佛品当中 也提到了念佛能得以被接引 往生极乐 像这样的观念就是 为什么天台跟净土法门很近 后来的天台祖师从宋代以降 都会叫人家说 一方面理解天台的三观 一方面念佛求往生 到今天还是这样 好 那么先上到这里 我们下一堂课再上 向下闻常 负以来人回向 众生无边选度 众生无边选度 烦恼无尽选段 烦恼无尽选段 法门无量选学 佛道无上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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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归于佛 至归于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提一解大道 提解大道 法无伤心 法无伤心 至归于法 当愿众生 身入经葬 生入经葬 智慧如海 至归于海 至归于身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四众恩 下记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身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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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